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部电视剧结束不久 唐燕和罗晋就公开恋爱关系 实现了智业和爱情的双双水到渠成 在锦绣未央发布灰 罗晋还借用台词对唐燕的真情表白 只要你站在我的身边 哪怕与全天下为敌又如何 全是江山对于我来说 抵不过你一个笑容 之后 两人频繁合体参与了许多活动 2018年 两人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结了婚之后的唐燕变得特别的低点 但唯一不同的是 每次唐燕出席在大众面前的时候 脸上永远洋溢着笑容 状态一次比一次好 曾经有人问过唐燕 为什么会选择罗晋 唐燕是这样回答的 因为他让我觉得 我是最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 唐燕在跟罗晋结婚之前 其实是谈过一段恋爱的 而那次恋爱的对象是秋泽 在那次恋爱当中 唐燕是非常卑微的 一度放弃自己的原则去迁就秋泽 可即便如此 依旧没有换来对方的公开承认 他们之间的恋爱 一直都是偷偷摸摸的感觉 在感情当中 当一个人真正的爱你的时候 一定是会愿意把你宣告于重的 而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感动不了他 最后 这段感情还是不告而终 在经历过秋泽事件之后 唐燕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而在那段感情当中 他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 甚至变得素悲 一度卑微 之后 就遇到了罗晋 从宣布恋爱到结婚到生死 唐燕一直都生活在 罗晋的宠爱当中 这一次 唐燕终于选对了人 在一段婚姻当中 女人过得好不好 看她的脸色就知道 脸是婚姻的照妖剂 会暴露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同样 也会暴露一个人的婚姻状态 好的婚姻应该是女人的滋养品 而坏的爱情 会让女人憔悴不堪 婚姻如饮水 冷暖是汁 其实 你不用刻意告诉别人 你过得怎么样 因为你的脸已经诚实地展现出来了 众所周知 贾静文在遇到修解凯之前 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在那段婚姻中 她过得是非常不幸福的 未婚先月 名义上嫁入豪门 可实际上日子并不好过 丈夫花心 婆婆强势 在那样的婚姻中 贾静文根本没有好日子可以过 结婚不久 就传出被家暴 等丑闻 晚般无奈之下 贾静文选择离婚 可即便如此 依然会面临着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那段时间贾静文身心俱疲 一方面要应对离婚的压力 一方面还要去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最后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她召开记者发布会 把这一段时间所遭遇的一切 全部都展现在了记者面前 那个时候的她 面容憔悴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明星应该有的样子 但那个时候的她 是一个母亲 为了自己的孩子 她宁愿不顾及自己的形象 最后 虽说成功争夺到了孩子的抚养权 但她也付上了一定的金钱代价 在那段婚姻当中 贾静文过的真是 深不如此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在经历过一段失败婚姻之后 贾静文更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 之后在遇到修杰凯的时候 她也能够果断抓住 事实证明 贾静文的选择是正确的 跟修杰凯在一起之后 修杰凯一直都把她宠承公主一番疼爱 而贾静文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 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 虽然40多岁了 但是皮肤保养得非常好 跟之前的她 判若两人 从这一点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人的婚姻过得好不好 看她的脸色就知道 不管她如何隐藏自己 有些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好的婚姻 让人成长 让人进步 坏的婚姻 扯人后腿 让人迷失 再如我们所熟知的秦格格王燕 王燕在出道之初 也是许多非常优秀的作品的 身上的资源也很好 但在她事业最好的时候 她选择结婚生子 虽然说拥有了普通人想要的家庭幸福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她也失去了一些资源 而在结婚生子之后 她就退出了娱乐圈 等到再次出现在大众前的时候 脸上的疲惫是清晰可见的 根本就不像是当初的那个活灵活性 灵气逼人的秦格格 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然离不开年龄的沉淀 但更多是 家庭琐事的拖累 当然我们并不能就此和短情格格过得 久不幸福 只是说在这段婚姻当中 她承担了更多 与王燕相对应的 秦豪也是在自己事业最好的时期 选择下入豪门 婚后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 都投资在了家庭孩子上 但时隔多年 当陈豪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的时候 依然是当初那个风情万众的万人女 好的婚姻 能让人越来越年轻 而糟糕的婚姻 却能让一个人越来越憔寸 婚姻 是一个女人的照妖剂 在一段婚姻当中 你过得不好不好 你自己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发现自己的所托婚人 在经历过一系列的改变之后 这段婚姻依旧没有任何的好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需要我们及时做出一定的感症 你一定要相信 爱情一定会出现在你的身旁 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当你在一段婚姻当中委屈求全的时候 请记得抬头看看天空 你要知道外面还有许多优秀的风景 不要一夜障目 把自己困于一方小天地当中 除了他谁也看不到 当你走出去的时候 你迟早会遇见那个满眼都是你的人